感情上面我們一向就是要去注重這個人的優勢 太陽星的女生長時間會被人家覺得有這種問題 其實事實上是因為她自己的那種個性的獨立 跟她自己的那種對事情她會覺得說 她可以扛起一切 好 大家好 我們來講到太陽星 太陽這顆星很特別的是 在書上 他會告訴你說 男命希望是太陽 女命希望是太陽 那女生最好不要是太陽 那當然這就是一種傳統的講法 那太陽代表是爸爸 男生 等等 那老公 女生如果是太陽就好像 所謂的奪夫權 奪父權 去侵犯了爸爸或是老公的權利 實際上我之前在部落格也有寫過 太陽的女生其實相當的好 相當的好 尤其是太陽對公是天良的那一柱 這個我們在天良星有講過 那他如果太陽還是弱線位的話 這個女人呢 基本上你只要好好對待他 他會你任勞任怨扛起所有的家計 然後那個做完所有的事情 男人只要在那邊當廢材就好了 想要當廢材的男人就是應該要找太陽的女生 就要找太陽的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星如果在命宫 他的夫妻宫必然是天童星 必然是天童星 他喜歡一個聰明博學 不會跟他生氣跟計較的男人 所以說其實在我們看起來 每一個人都有他感情的優勢 跟他感情的弱勢 那我們往往因為傳統的價值觀 而去忘記了這個人的優點 感情上面我們一向就是要去注重這個人的優勢 跟這個人好的地方 所以呢太陽星的女生 長時間會被人家覺得有這種問題 其實是因為他自己的那種個性的獨立 跟他自己的那種對事情 他會覺得說他可以扛起一切 那當然就像我們常講的這種想要幫助人的心耀 太陽太陽跟天亮 或想要扛起一切心耀 想要那個照顧你的心耀 只要做過頭了 那就會變成控制 這個是不斷的我們要建議說 不管是太陽在命宫 或是在感情上你附近跟太陽的 都需要注意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你就是做過頭了 才會讓人家反而會覺得你對他不好 你就放給他死 這樣放生他就會覺得你還不錯 感情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一直拴著他 拴著他是不對的 你就要像狗狗一樣 鏈子放開讓他出去跑一跑 然後他就會回來 不過還不給你東西吃 用這樣的態度 那如果說命凶夫子財 所以我如果夫妻公是太陽 我的財伯公一定是天童 因此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有一個人他的夫妻公是太陽的時候 他對於金錢事實上是大方的 他會希望說他在感情裡面 能夠主導一切 然後他也會希望他在感情裡面 能夠找到一個有能力的人 花錢不小氣的人 這個是太陽主要的特質 然後要能夠照顧他 像爸爸一樣照顧他 對大家的問題點是說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女生 那他又希望找一個太陽的男生 照顧他這還OK 到這邊還OK 可是問題是他自己也希望在感情面當太陽 這樣是不是很痛苦 那同樣的男生呢 他會希望找一個獨立的女生 那這個還好啦 這個比較稍微簡單一點 所以呢 如果女生你自己是太陽在夫妻公 坦白說啊 你就必須要知道說 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像太陽 你自己就必須要把自己的光芒遮起來 我很多朋友都跟他女兒說 你啊 如果啊 男朋友帶你回家 你千萬不要很認真的去說 來我幫你洗碗 要洗碗也可以 去洗碗的時候 馬上碗就打破了 然後請男朋友回家 說來我做飯給你吃 這樣子也很好 但是那個飯是燒焦的 或者是酸掉的 從此以後 你就再也不用洗碗跟煮飯了 千萬不要男朋友工作做不完 你就說來我來幫你 千萬不要 你就說啊 我不會電腦 嘿 所以你希望你身邊的另外一半的人 要能夠長大跟獨立自主跟有能力 你勢必就不能夠去做那個幫助他的那個人 為什麼 因為慈母多敗兒 爛男人跟廢渣 基本上都是女人從出來的 你知道嗎 這個是太陽主要的狀況 他會希望在感情裡面有主導權 希望在感情裡面得到重視 希望在感情裡面也找到一個 能夠像爸爸一樣照顧他的人 如果是男生的話 希望找到一個獨立自主的女生 然後有能力有間接 然後對社會上很多事情呢 都會很有 比如說我陪他一起看奧運啊 我也陪他一起罵名長征服啊 這剪掉 對 不然我們一直掉分 哈哈哈哈 同樣的每一顆星都要注重對公 跟同工 所以我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呢 要去做很多事情呢 那怎麼做呢 要怎麼關心人呢 就要看對公跟同工 太陽跟天良的時候我們有介紹過 太陽跟天良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拉好人 一切都很好 那落線的時候呢是更好的 拉好人 隨便跟他借錢 然後淋路他 他都可以接手 只要他不畫圈 他不畫技 那對公的是天良的也一樣 做給他撕的樣子 你哄著他 然後告訴他說 哇你超棒 超棒 他就會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一直做 因為對公是天良 他出身就是來幫助大家的 我們就好好讓他 做好他這輩子的工作 太陽星比較有趣的是 太陽星會跟太陰放在一起 日月他們有機會同工 也會對拱 太陽在這邊 太陽會在這邊 當然他會有人顛倒過來 或是太陽在這邊 日月 對公會空空 那這個時候的太陽會表示什麼呢 我在外面既然是太陽就表示說呢 我展現出來一副溫柔婉約 然後一副細心的那個女人一樣 那實際上我的內心 是非常的綜藝系 有男子氣概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主導一切的 你如果追到一個這樣的組合的女生 其實命公的也會 因為命公管十二公 你就會發現 他在跟你約會的時候 表現出一副那種 我都可以 你要吃什麼 我都可以 對 可是呢 他其實有很有性的想法跟主見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他說都可以 就可以了 你還是要去了解他到底要什麼 多聽他的意見 那這個就是對拱的狀況 我表現出來的 是一個溫柔的樣子 細心的樣子 實際上我還是要有很多 我自己的主見跟堅持 那同工的情況呢 同工的情況 就必須要看 同工很特別的是 太陽太陰在這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太陽在這裡 太陽在這裡是萬位 太陽的萬位是從 銀卯成四五位 到這邊是萬位 所以這邊是以太陽為主 顛倒過來的時候 太陽是不見的 所以他就以太陰為主 所以當他日月的時候 日月同工的時候 就表示說 他內心同時有太陽跟太陰 所以日月的人 我們常說 他的最大的 最大的那個 你跟他交往的痛苦點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 他到底要這個還是要那個 那實際上他兩個都要 那這也是為什麼 某一些流派 對於日月同工 在命工或夫妻工的人 會說這個人會二婚 這個人會批退 運線盤也會 運線盤直接就會 原因就是因為 他同時要兩種態度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滿足他 他可能就會找偏 原因是因為來自於這個樣子 可是千萬也不要在這個時候 看到你男朋友 他的夫妻公是日月 你就說 那個大根老師說你劈腿 千萬不要這樣子 有的時候我常覺得 命理師是一個風險性很高的行業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會有兩種想法 不見得他會這樣去做 我想要買法拉利 我不見得有能力買 你了解他這樣的心態 他當然他就沒有空去找別人 對不對 你的個性殷勤不定 然後讓他捉摸不定 他哪還有空去找別人呢 對不對 他光搞定他就類似 這樣就符合他那種日月的狀態 日月的情況 他就會有這種 我心裡想的跟我表現出來的 會有不一樣 或者說我心裡想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個是不是也會不一樣 也會有 可是日月會隱藏得更深更更清楚 這個叫做啊 我希望你用這樣的態度 來對待我跟展現給你看 但是其實你要尊重 可是日月就會是完全 會有不同的價值觀 或是落差很大的價值觀 那如果是太陽在萬位的話 他會是以太陽為主 太陽在萬位的時候 他會以太陰為主 會以太陰 希望得到的被對待為主 那你們說 老師可是那太陰星的影片呢 等按讚超過2000個 我就講太陰 那再來呢 就是要看太陽的四畫 太陽的四畫 有畫路 畫權 跟畫技 當太陽在畫技的時候呢 他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要得到 這樣子的對待 剛剛那個太陽的尊重啊等等 我希望然後我也希望 要能夠你要聽我的 可是 我總是覺得我做不到 我總是覺得 我沒有辦法讓你聽我的 我總是覺得 沒有辦法得到我所需要的 他就會更加強的希望 要能夠這樣子做 女生的夫妻紅色是太陽畫技的話 除非你老公是天同作明 你真的很容易去找到那種 因為你希望為他做更多 結果反而 讓人家不開心的狀況 那如果是太陽畫路呢 太陽畫路 算是太陽裡面還不錯的 也就是說 那個你雖然想要照顧人 你有主見 然後你有很多的想法 這件事情呢 為你帶來了很多的緣分 很多的機會 很多的好處 這種願意照顧人的狀況 反而是好的 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男生 女生的缺點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容易會去出現那種 你想要幫他就 幫到最後啊 他變成相對 讓你開始覺得他好像不夠努力 這樣子的對象 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畫權呢 基本上是掌控的意思 掌控是掌控的意思 往好的方面想 他就是關心跟照顧你 在感情中間主導一切 非常好 而且夫妻公是官入公的對公 所以這表示這個人呢 在工作上能力也相當的不錯 那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就是啊 勢必的你的太陽星會因為運線而去畫技 那一旦同時間畫技出現的時候 往往就會變成人家會覺得 你太喜歡控制我 管我太多 那就會產生一些紛爭 甚至於會因為這樣 對方會想要再去出軌 還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啊 當有煞星出現的時候 或者是說啊 像這種日月同工的時候 也就會變成是說 你自己因為內心有個胎因 那你胎因會畫圈 就會變成我希望可以做好一切 我們常講說畫圈是一種控制 聽起來好像不太舒服 可是實際上啊 這是我們常講的啊 賭博的人你去問他他是在投資 畫圈的人他不會覺得他在控制 他會覺得他在掌握他的人生 他也不會覺得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好的狀況當然就很好嘛 對不對 你老公每個月給你100萬家用 他不管畫圈 他畫技你都覺得他是好的 可是你老公如果每個月只給2萬塊家用 他畫路你就覺得不太夠 所以說當畫圈出現的時候 主要看你有沒有太多煞星 有太多煞星表示 你在感情中間會有很多的情緒 然後你又希望可以掌控一切 那當然就會有一點損傷 跟太陰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血上的狀況就會比較大 因為你的內心太陰 你會希望自己心中有一塊地方是被保護的 是被柔軟的對待的 但是你展現出來的卻是咄咄逼人 那當然就會離你的目標會有點遠 那以上呢 這個是太陽對攻如果是太陰或是太陰同攻 加上太陽的四化的時候呢 在夫妻宮上面呢 我們說需要知道事情 跟要注意到事情 我必須要講 這一組啊 在夫妻宮上面啊 他們找到的對象 通常條件都還不錯 因為他自己如果是太陽 他絕對不會想要去找一顆流星 對不對 他會希望自己要找跟自己一樣的 那其實有時候問題點就在這個地方 感情像翹翹板 你找到完全平衡的 而且互相的對象 那就會非常好 可是你如果找到的是 你希望跟你自己同樣等級的人 但是呢 你卻又希望自己高高在上 那這樣翹翹板就會有一邊 那對方不可能一直是在下面的 那就比較會有用的問題